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肖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间大震荡 我们去稍微看这个盘 今天整个指数 找盘就直接跳空开高 哇 那今天一开高之后 最高涨371点 然后指数来到2065点 2万点到了 可是当指数来到2万点之后 今天就呈现什么 开高之后震荡 然后开始沙盘 然后最低跌55点 那目前大致上还涨快接近100点 可是如果说我们从这个盘式里面来看 今天最起码已经差不多流了 差不多快200点左右的一个上影线 那这种盘 今天出现这种状况 你会爆大量 现在就4700多亿 那预估到收盘快接近6000亿 对不对 好 你爆出这样的大量之后 你再回头来看 你看 跌停满加速一堆 对不对 跌停满加速一堆 哇 怎么会这样 不是上2万点吗 其实今天盘式让你看到上2万点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高兴 其实你看到今天跌停满一堆 其实这种盘式已经开始出现一些问题 但问题是到底这个盘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要怎么去解读这个盘 我这么说 如果说这个时间点我再来去跟你分析说 这盘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都有沦为看图说故事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加入我们这个Light Edge的 你来仔细看 我今天盘中怎么跟你说的 你仔细看 时间点在10点14分左右 对不对 10点14分还在这里 台北股市接近差不多10点40分 开始10点40分在这附近嘛 才开始沙盘了嘛 对不对 所以10点14分的时候 我今天就讲 我就说 昨天收盘量已经报了5000亿嘛 今天还是超过5000亿啊 你连两天报大量 这里要留意的是什么 你会不会有量价失控的问题 那我要怎么去研判 它会不会有量价失控的问题 你在看 以技术面来看嘛 大盘今天10点14分 那时候的低点在19928 那期货的低点呢 那时候是在19908 所以我就说 如果盘中破19900的话 你就要留意什么 指数会爆量卖压涌现 出现中长黑K的风险 有没有 我们有看图说故事了 我们大概在10点14分的时候 已经跟各位讲 这个盘你今天要注意什么 会不会量价失控 有没有量价失控 今天已经报大量了嘛 现在那个 整个上影线 已经超过差不多200多点嘛 对不对 所以怎么做 我们仔细看 今天啊 9点半左右的时候 我建议我们的会员 在19970上下5点 我们去放空啦 我说指数有高点 我一定放空啦 来到这个时间里 你一定成交 你一定成交 你再仔细来看 今天已经堆股票跌停板嘛 如果你以指数的观点来看 早盘有高点的时候 我们放空嘛 这一杀下来 我们也稍微回补部分啦 那这部分呢 最起码回补的这部分呢 最起码赚200多点以上 还有一部分 我们先续报 那为什么会这么做 就像我今天车标写的 这里我们是不是要开始注意一下 走到这个时间点 会不会有出现量价失控 会不会有那种 到底的讯号浮现 好 我们怎么研判 我们来仔细看 其实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我就跟魏讲 你看那个指数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说起码你真的有高兴吗 说起码你就说了 指数有失真的现象 什么叫指数有失真的现象 我们仔细看嘛 我们就从那个 封关啦 我们就从封关那个时间点来看 指数这一段的过程里面 涨了多少 将近2000点 好我们就当它2000点 好不好 涨这2000点里面 台积电这一段的过程里面 它贡献了多少点 快1400点 2000再扣1400嘛 大概剩600点 对不对 这600点你不要忘记 金融都还在啦 大部分人没有的金融 都还在撑指数 也就是说 你把这金融的指数 大概有涨 贡献大概100多点 把它扣除掉的话 其实你其他所有的股票 加加起来 大上也只有 4到500点左右 那可见了很多个股 它并跟不上 这个盘的脚步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这几天有跟他说 以这种盘来看 我说你现在分为 AI跟非AA嘛 对不对 我那时候有跟他讲 这个盘的结构不健康 因为你没有轮动 就是靠台积电 然后金融也出来撑盘 指数涨了将近2000点 可是你其他的股票 只涨个四五百一点 当然你有台积电 就说这牌很棒 那当然你有台积电 你是大赚 那如果你没有台积电的呢 那就麻烦了 是不是 为什么 你仔细看了 其实从昨天的美股表现来看 美股还在继续涨 可是问题还是一样 非AA还在继续涨 AMD的股价 它也在创高 所以你整个台积电的股价 它也是在创高 是不是 可是你会发现到 这些个股AI的股票都在涨 你看到苹果 在创低点 我说这几年 这一二十年来 台股里面的结构里面 有多少是苹概股 苹果股价是这样 台股上两万点 是不是每一档股票都创新高 没有嘛 因为苹概股是这样 Google的股价 这波也跌下来 昨天想反弹一下 这几年 很多都跟电动车相关的个股有关 特斯拉股价在这里 你看已经跌多少了 对不对 已经跌多少了 对吧 所以我这几年一直跟他讲 这个牌走到这个时间 我说你不要随便去乱追 因为整个结构不健康 如果说有些个股 你这个地方去买进的话 你看到涨的话 指数一度涨 你赶快去追的话 你是把你成本垫到高点 对不对 如果垫到高点 像今天也有震荡 你就看嘛 一堆股票 达到点凌百 我不要再点了 点了你也伤心 那我问你 是不是有很多人 去接最后一半 对吧 好 那当然 指数是不是真的到顶的现象 你说老师赶快回答 还要继续再往上攻 所以台积电继续再往上攻 好 那我没话讲 这种东西要涨到什么时候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可是你要把AI跟非AI 你去做分开 就算你是AI的股票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有些个股早就到顶了 到现在也没上去 所以你这样子追 也没有讨到便宜 所以你反而要预防什么 如果说连 非打的股价 已经都开始出现震荡的话 不用讲 这盘震荡一定更大 像今天到目前为止 跌停板的加速超过30加 我跟你讲 AI就不要抵 非打就不要抵 所以跌下来 今天是30几家股票跌停板 如果连非打都开始出现震荡的话 我跟你讲 那个后面跌停板加速一定更大 因为没有轮动 这个市场现在只有一棒 没有轮动 只有一棒 就是AI的股票 可是台北股市 有些AI股票上不去 对不对 好 那重点来了 那接下来这盘怎么看 我这几天有跟各位讲过 盘是一直涨 但是我说结构不健康 3月1号我就说 这个盘我是认为 这种区间上涨 那种多头的架构 我会先看3月12号 我说轮动快 你要留意又多的现象 我3月6号 礼拜三的时候 我跟他讲 我说3月中旬 你要预防 会不会出现转折的关键 对不对 为什么 你注意看 这两天 你会从林准会主席 你报的谈话里面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 他算是鹰派的讯息 好 鹰派讯息 他认为说 今年我是会降息 可是时间点他没有定 他就告诉你说 我会降息 对不对 可是联准会的决策 不是说联准会主席 一个人决定就算了 如果你把其他官员里面的谈话 拿出来看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什么明尼亚波利斯 什么联准银行 好了 我不管他叫什么名字 他说 去年底预计 今年央行将降息两次 到现在预测 可能只降一次 好 再来 克里夫兰什么银行总裁 名字我就不讲了 反正大家也不清楚 他说联准会 没有必要急着降息 再来 联准会理事报尔 他也说货币政策 要得到适当的调整 来降低通波 但开始降息还为时过早 对不对 你来仔细看 这里也有一些官员说什么 今年最多降息两次是何事 是不是 那我跟你讲 如果是降息那么一次两次 对这个盘 应该这么讲 对这个盘整个多头架构 已经涨了一年多了 那个会有利多出镜的味道 而且那个时间点 根本在上半年目前看不到 那为什么我跟他讲说 3月12号 你要注意一下 今天几号 今天是来到礼拜五 3月8号 过两天 好 那我跟他说 3月10号这天 如果说通膨又出现反弹 那股市已经大震荡 对吧 你从油价角度来看 油价也跌不下去 2月份的均价才81.8 现在这个均价 已经高于前面几个月 当初1月份的时候 79.4的时候 通膨就出现反弹 那81.8能不能降下来 我不知道 那你现在整个3月份 已经来到82.6了 你没有看到 整个油价还在持续上涨 我说你钱高84.1不能过 对不对 这一过就很麻烦 通膨怎么会降 所以很多人跟你讲 今年要降息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多头 我跟你讲这里还是多头 但是你要提防的是什么 到底到底你才来买股票 好了你要接最后一棒 那是你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带会员的过程里面 我们总是要提防 不能乱买 这里能赚 那我们尽量赚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受大伤 因为你受大伤之后 你要再复原 你要花很多很长很长的时间 所以到今天这个盘你看 涨370点 现在是涨70几点 300多点的上影线 跌零板加速还在扩大 我就说这个盘会不会真的到底 现在已经有量下 失控的问题存在 那回答你就不要跌 如果回答一跌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 你现在资金全部挪在上面 对不对 当初跟大家讲过 如果说你去追高这些个股的话 稍微一有波动 你就是接最后一棒 所以你看到今天整个盘势 哇一堆股票这样跌了 这个还刚开始而已 挥打不可以跌 挥打一跌的话 现在目前是30几家 如果挥打一跌 代表说那个指数 真的到顶的迹象出现 你觉得30几家就这么结束吗 怎么可能 关键点3月12号 就下礼拜二 晚上8点多 如果说这礼拜通膨在谈 联总会会降息 问题是什么时候降 什么时候降 对不对 所以整个市场 现在弥漫就是说 你只有涨AI 美股只有涨AI 但是你其他非AI的股票 它一直跌 那如果说你AI的股票 真的到底 然后那个讯号 看到有人在获利说 像今天这样子 已经出现高档震荡的状况的话 很多股票会跌更凶 所以我这经营我就跟大家讲 在整个操作过程里面 不要乱追 所以操作怎么做 你仔细看 我先讲指数 指数我说 今天我们在高点 我们有放空 那今天到目前为止 我们有部分获利 稍微部分获利一下 另外小部分 我们就留 稍微留一下波段 最起码都超过200多点 之前也一样 高点我们空有赚70点 高点空之后 有赚个40点 23号那天 也是一样 高点空的时候 打下来 隔天我们做回补赚100多点 记得2月27号那时候也是一个大震荡 我们也做到高点 这200多点 到目前为止 今天又是200多点 这是指数的部分 那个股怎么做 个股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要怎么去界定这个盘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赚得到钱 我跟他说 这地方就是赚价差而已 你不要想说 我这个地方我再来买 要去赚他一个大波段 很多个股你在追高 今天一震荡的时候 你已经很多个股套在上面 今天一堆老师在停损 那不停损哪一堆 每个老师都会跟你讲说 你看我大赚我大赚 结果你参加会员是大赔 这没有意义 对不对 所以我说 这个时间点 在个股的操作里面 我是界定我们去赚他的价差 所以你会发现到 之前有些个股 我们第一档买完创高之后 我就先获利 你看 第一档买完之后创高 我们就先获利 有没有 这些个股一样 我们都先去赚他价差 那最近这种盘式里面 同样的我们也是赚价差 3月4号我跟各位讲什么 我去买齐央 当天往上钩 3月5号之后 他再往上钩 有没有 我说我不去追高 我们从第一档去抓 去抓那个赚价差的机会 因为他第一根的时候 有流上影线 我说第一根就不算 但是3月5号我们开始算 3月5号涨停 3月6号涨停 再创高 3月7号再攻涨停 我昨天怎么跟你说 我是要赚价差的 我价差赚到了 而且这样子三只涨停 三成嘛 对不对 我说我卖掉就好了 我本来确定就是赚价差 今天还有高点 后面高点给人家赚了 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风险 对不对 所以第一档买完拉高 我后利卖掉 同样的 怎么赚价差 3月5号我跟你讲过1月 那天没有涨的时候 我叫你去买 你会发现到 今天我怎么做 我都拿扣讯给你看 很多老师跟你讲说 你看我赚什么几倍几倍 你扣讯到底在哪里 不敢拿出来 有的是假的 有的是追涨停 不敢拿 所以叫你买 买完之后 那攻涨停 不用追 攻完涨停之后 到昨天的时候 他差一档涨停 我那时候说我们获利卖掉 扣讯在这里 这档最起码 也差不多有两成 是不是 再仔细看 那时候我跟各位讲过另外一档 独掌股 他叫达麦 对不对 你看怎么赚价差 低档的时候就买 买完之后 这两天冲高 我们也把它获利卖掉 我昨天又跟你讲了 这盘算价差的股票 我昨天已经先获利卖掉了 但是我昨天又买一档 我跟各位讲 才刚要过紧线的股票 我昨天又买一档 好我直接公开了 因为我今天这档个股也卖掉 因为这种盘 震荡太大了 3308的联德 有没有 你看嘛 今天早盘在冲高的时候 我也把它卖掉 我不需要在这里 让会员去冒这个风险 所以到现在你会发现 我们所有的操作里面 要怎么样让会员赚钱 然后要在安全的架构里面 让会员真的赚得到钱 不是我私底下赔一堆 然后每天在节目里面跟你讲 我搭转 你看我搭转 如果你老师讲的 跟他做的是不一样的 我说对你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从个股的角度里面来看 我跟大家讲过 我们有一部分是做波段 另外一部分我们是做价差 那价差的部分 刚才都看到了 这些价差型的个股 我们都是逢高获利去卖出 所以这些股票我都卖掉了 做波段的股票 我是把它留在生计 那我会员现在生计个股 大概两档左右 所以资金也不是很多 我们就这样子 稳稳荡荡地去面对 这种三不五十 让你看到 哇怎么搞得 一直拉台积电的盘 所以同学们 我是建议你 当今天整个盘式 你看嘛 你说冲上去 好像也冲不上去 接下来就看NVIDIA能不能再创新高 我们刚刚说过 如果NVIDIA没有创新高的话 NVIDIA也开始出现震荡的话 指数不是 那个见顶的讯后 它就开始浮现嘛 所以如果说照这个时间 你要特别留意 有些个股你是买在高档区的 到今天为止 已经很多股药让你看到了 一堆股药才开始跌领版了 对不对 不过这才刚开始 很多个股 你看那个线 什么新日新啊什么什么 均豪啊这些股票 到现在为止 一堆股票达到跌领版 我今天都不要去点它了 点这些股票你心里也伤心了 但是我要跟你说 那个持续创波段的低点的股票 它更多 因为你非AI的股票一直跌 台股这么多年 一堆苹概的股票呢 苹果都创新低 所以手上的持股可能就稍微留意一下 不要买一堆啦 当然想要赚钱 但是你不能让自己大伤啊 如果你让自己这边受到大伤害的话 以这种盘式来看 如果说真的出现那种高档 然后呢要出现多头稍微修正的话 不用修正多少 修正了一千点 我跟你讲很多个股是跌翻天 那对你来讲 你要等很久才有机会解套 好所以呢 这个时间点 我是建议各位 你不知道怎么做的 或是你现在持股一堆 然后买在高档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知道怎么做的 你就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我们这个股家期体验价 我也不增加你的负担 那我跟他讲过嘛 股票的部分 我们在短单的部分 就是赚价差的部分 我们都获利卖掉了 都卖掉了 那我现在是留那个坡断的 就大概两档左右的生计股而已 反正我讲得很清楚嘛 我也不跟你玩那招什么 你看我什么大赚啊 什么赚几倍啊 什么之类的 没有意义啦 真的啦 你的感受比较重要 你真的有没有赚钱还是赔钱 这对你而言比较重要 好不好 所以呢你不知道怎么做的 期货的部分 这个地方有空间 你要把握住 好像我们今天就大概有200多点的获利 对不对 股佳琪体验价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好不好 欢迎你来电咨询 持股呢 有任何的疑问 也欢迎你再来电做咨询 那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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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失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在现场 台北股市其实今天表现 盘中找盘的时候表现不错 让你看到什么 2万点 20065 可是当你看到这个盘之后 2万点 问题是台北股市就开始出现大震荡 所以出现2万点的数字 我是很怀疑 到底有多少人高兴 当然如果说你有台积电的 未必这个时间点 这波都是台积电往上带 但是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讲过 台积电这段往上带 就把整个指数贡献了 差不多1400点 对不对 如果说你在扣除金融还在撑盘 到现在为止金融还在撑 所以你把这些扣除掉的话 其实台北股在这段过程里面 大概就涨个四五百点 到这个时间点有很多那种 跟AI没有关系的股票 它是跌翻天了 所以当建议震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怎么搞的一堆股要跌定办 对吧 所以这里会不会已经开始有那种量价失控的问题 接下来注意什么 你挥达还能涨多久 你说老师挥达还会继续往上攻 好啦挥达会继续往上攻好了 它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轮动 也只有那么一棒在那边做撑盘 就像台积电一样 所以如果说你去买到其他的个股 其实到这个时间点 反而你风险更大 而且这里还要预防什么 我刚刚有跟他说过 今天3月8号 你3月12号这天要公布CPI 现在很多联准会的官员都跟你讲 不要急着降息 那今年搞不好只有那么一次到两次而已 所以现在整个降 就算你出现那一次到两次的降息 对这个盘其实那个力量已经不大了 因为之前年初的时候 大概预计是五次 所以如果3月12号又出现什么 通膨增温又出现反弹的话 我想美股震荡也要开始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我就说 赚价差的股票 你要赶快先把它破例出来 然后你不要说一直死报活报 只要当一套牢之后 很多老师就跟你讲说 这里是赚坡段 做坡段没有用 如果再往下跌的话 你会套更多 所以很多那种赚 价差的股票 我们这两天都获利卖掉了 有没有 这些股票呢 差不多两次涨前面 我们也获利卖掉 这拉起来我们都获利卖掉 对不对 所以除了个股的部分之外 指数的部分 今天早盘我们去做放空 今天这样子一跌下来 我们也获利200多点 所以不管股票或期货 如果说来到这个时间 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股价起体验价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礼拜一见 拜拜 拜拜 肖川源老师声明书 进来网路诈骗猖獗 到用肖川源老师照片 及简介 收取不当之会费 及开课费用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 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帮打运达投赋公司 电话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